吃菌子中毒,我住进了前任的科室,神志不清地抱着他,狂吻乱亲。 洗胃后,我醒了。 傅恒,这么缠我,白大褂都给我撕坏了。 整个科室都知道,我清白没了,你怎么补偿我? 我脱口而出,又不是没睡过,你说怎么补偿? 他深情且卑微地吻着我,你说得对,又不是没睡过。 傅恒好不好,天天给你睡。 闺蜜从云南旅游回来,给我带了一包菌子,说是味道鲜美。 当天晚上,我就炒了一盘,边炒边尝味,是挺鲜。 没多久,我就看到了一排又高又帅,还腹肌八块的小哥哥。 他们搔手弄姿,一副勾篮做派,招呼我,来呀,来往我呀,我随机抱住一个,开始贴贴。 哇,好多帅哥让我摸摸你的八块腹肌这么热的天,穿什么衣服? 脱了,我爱看。 我蹭啊蹭,蹭得他直往后躲。 我开始哭着控诉。 呜呜,我要摸腹肌,呜呜,让我摸摸怎么了? 腹肌? 胸肌? 我要看? 我要摸? 可能我哭得太可怜了,小哥哥又贴了上来,别哭了,给你摸。 我顺着胸肌摸了上去,还是熟悉的手感。 我闭着眼亲了上去,从薄唇到喉结,再道,这一口,我想太久了。 我抱着他的腰,脸埋在他胸前蹭啊蹭,蹭得他体温都升高了。 耳边断断续续传来熟悉的低传。 他说,张嘴。 我很配合的张大嘴巴,等着他吻我。 手顺着他的衣领滑入,摸到胸肌,腹肌,再道,我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他拿东西捅我嗓子眼,手法之快,让人毫无防备。 等我恢复意识的时候,在医院里,走进来几个查房的护士。 他们一见我就笑。 我纳闷,他们笑什么,问完我射死了。 我在医院急诊室出名了。 上到科室主任,下到护士姐姐,都知道来了个女色狼。 吃菌子中毒,发疯就算了。 进了医院,还缠着副医生,非要摸腹肌。 摸了腹肌就算了,还抱着他乱亲一通。 亲的副医生生无可恋,就插报警。 护士小姐姐们,一见我就纷纷调笑,你真勇啊,副医生清白都快没了。 我被调侃到,恨不得当场去世。 唯一庆幸的是,这副医生不是别人,是我前男友。 不过话说回来,他的清白早就没了。 第二天,副衡穿着白大褂,再次来查房时,我恨不得钻进被子。 可他叫我,出来。 我看着跟在他身后的几个医生不停地捂着嘴笑,脸更红了。 还有哪里不舒服? 我想了想,抬头看他,猛地摇头。 没有了。 我丢人丢的一心只想出院,可副衡只是点了点头。 看他要走,一副我们不熟的模样。 我急忙叫住他,小声问,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他职业化地冷声道,明天一切正常,就可以回去了。 副衡走后,苏勒在一旁偷笑。 我嗓子干干的,声音音哑哑难听,但我还是骂道,贱人,竟敢谋害本宫。 苏勒控制不住地大笑出来,你消停会儿吧。 关我什么事,炒个蘑菇你没炒熟就敢吃。 留你一条小命,算是老天眷顾你了。 不过,你看到傅衡那么紧张干嘛? 都是熟人,能不紧张吗? 毕竟当年提分手的是我,现在抱着人家又啃又咬的也是我。 整得就好像我对他念念不忘似的。 虽然的确念念不忘,傅衡比我大四岁,我大一的时候他研一。 他是医学系传说中的冷面酷学长,我是中文系佛系小学妹。 他的名字在我这儿一直都是传说,直到我在操场被迫跑足两公里, 跑到一半直接晕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苏勒笑得暧昧,你可真是走了狗屎运,居然让傅衡给救了。 傅衡?哪个傅衡?是那个帅哥傅衡吗? 苏勒也激动得不行,对呀。 人工呼吸诶,抱你来校医院诶。 人工呼吸,想起他那张脸,想起人工呼吸。 我一下沦陷了,我一开始以道谢的名义去找傅衡。 他总是冷冷的,要么面无表情,要么眉头能夹死一只苍蝇。 我去找他的时间长了,他被骚扰得有些受不了。 同学,我说过了,不用谢。 我眨着大眼睛看他,可是滴水针当涌泉相抱啊。 抱?怎么抱? 我直接扑上去抱住了他,脸上带着不要钱似的灿烂笑容。 这么抱?可以吗? 腹横的脸红了,耳朵红了,脖子也红了。 我没想到他这么纯情,一瞬间还有点像是玷污了纯情难大的意思。 做完一套动作,我有点不好意思,于是收了手往后退。 可他却把我拉了回去,不嫌我无聊。 我摇了摇头。 下一秒,他就吻了上来,石浅浅,是你先聊我的。 嗯,好像有百万的烟花在我眼前同时绽放。 我以为我们能走到结婚,可没想到最后我会主动说分手。 一个人住院的夜晚,碰上苏勒被迫出差。 所以我着实寂寞,身上软绵绵的。 可是我也没办法忽略肚子里空落落的。 于是我挣扎着起来想去医院外面吃点东西。 我知道医院外面有一家粥特别好喝。 我和傅恒还在一起的时候,我经常在医院外面等他下班, 然后一起去喝粥。 其实我是重口,无辣不欢。 可是傅恒却饮食清淡,为了告诉他我们是有共同点的。 所以我但凡和他吃饭,总是根据他的胃口来。 一开始我食不下咽,但久而久之, 我也能尝出一番不一样的滋味来安慰自己。 嗯,总之友情的时候怎么都好。 我前脚刚迈出病房,身后就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去哪儿? 我转身看着傅恒笑得勉强,饿了,找食。 住院期间不能外出,我可能被饿得有点低血糖, 所以不自觉地有点暴躁。 那住院期间是不是得饿死? 傅恒重眉看着我,像是在看我身上是不是被附了什么脏东西。 我能理解,毕竟昨天我还在嬉皮笑脸要摸他的腹肌。 嗯,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看在他是医生的面子上,耐着性子解释。 医院外卖送不进来,苏乐又临时出差了,我太饿了, 所以才想去买点东西吃。 我解释完了,可傅恒看着我依旧一言不发。 我差点以为他又是我的幻觉的时候,他开口了。 我还没下班去不了,叫人帮你带回来,你回去躺着。 说完他转身就要走,我想起来什么急忙叫他。 哎,要麻辣烫。 他没回头。 小米粥。 他的效率很棒,没一会儿就有护士给我带了进来。 来,快吃吧,这是傅医生交代的小米粥。 我赶紧接下道谢。 护士小姐姐笑咪咪的,不客气的,有什么需要你再叫我, 傅医生都给我说了。 说了什么? 想起那天的射死行为,我趁机跟护士小姐姐查言查语的试探。 我那天产生幻觉对傅医生做了不好的事, 不知道傅医生女朋友会不会生气啊。 护士小姐姐笑着摇头,傅医生目前单身哦。 单身? 单身好啊。 我如释重负,这样我最多就是射死,不是道德败坏的死绿茶。 拿到粥的我,喝了两口就又没了胃口,头昏昏沉沉地想睡觉。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恍惚间我又看见了傅衡。 我一定毒素还没清完,又出现了幻觉。 你怎么又来了? 她坐在床边,伸手帮我噎了噎背脚,怎么还没睡? 不得不说,幻觉里的傅衡真的很温柔。 而且呀,她完完全全属于我。 我逗她,你亲亲我,我就睡。 对上男人沉思的目光,不亲算了。 我闭上眼睛,打算把她从幻觉里赶走。 下一秒,唇上落下一片柔软。 傅衡弯腰亲了亲我,快睡吧。 这天晚上,我做了两年来,第一个有复衡的好梦。 她贴在我耳边,叫我浅浅,还像从前一样,轻轻地拍着我的背哄我睡觉。 我想跟她说,我错了。 面对我这个悔过自心的叛逆期青少年,能不能再给一次机会。 有了想法,我开始付诸实践。 她来查房,直接给我发了一张高冷体验卡,一板一眼地交代着。 昨晚有滴烧,还达不到出院标准,最好叫家人来陪你。 哼,才是让她带了一份粥,今天就让家人来照顾我。 到底是有多嫌弃,我麻烦。 心里骂了她一万遍,但我表面依旧不动声色。 知道了,当天下午,我就把林毅叫来了。 林毅一来,就开始大惊小怪,姐姐,你怎么弄得这么惨? 要不要打电话给姨妈说一声啊? 她口中的姨妈就是我妈,我赶紧让她打住。 她有点是就大惊小怪的,让她知道只会更乱,别了吧。 万一她直接打个飞的从几百公里外飞过来,我怕我的耳朵不饱。 林毅点点头,也是。 那我就勉为其难,请几天假照顾你吧。 林毅最是懂我,晚饭给我叫了好吃的拉面。 我依旧浑身发软,干脆躺在床上荡大爷让她喂我。 把你姐照顾好了,以后有的是你好处。 我正吃得香,傅恒走了进来。 她的目光直直地落在了林毅的身上。 我脑子里叮了一声,瞬间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傅恒的目光从林毅的脸上落到了她的手上。 而她手上端着拉面正在喂我。 我记得我交代过清淡饮食。 我点点头,臀骨拉面,挺清淡的。 都没有吃地狱拉面,还不够清淡吗? 我说的清淡饮食是只好消化的,不重盐重油的饮食。 我满不在乎。 哦,那不怪我,是傅医生你没说清楚。 林毅见我开始发神经,放下拉面拽了拽我的袖子。 说什么呢?她笑着打圆场。 抱歉一声,都怪我没什么照顾人的经验,我下次注意。 傅恒金边眼睛下的眸子直直地盯着她。 没经验?你平时不照顾她的吗? 林毅听乐了,姐姐其实还挺好的,平时都是她照顾我比较多。 傅恒的脸黑了。 她照顾你?一起吃郡子看小人吗? 我气得睡不着,跑到花园里坐坐透气。 恰好苏勒打电话过来,问我怎么样了。 脑子被冷风一吹,反倒是热了。 郁闷的我,开始习惯性嘴嗨。 我挺好的,昨晚还梦到把傅恒拖到床上睡了一遍又一遍。 她眼泪汪汪地在我身下求饶,嗓子都叫哑了呢,我正说的嗨。 石浅浅。 嗯,是谁咬着牙在叫我? 傅恒,你怎么在这儿? 你什么时候来的? 她一身身灰色风衣,显得既冷淡又疏离。 从你说我在你身下眼泪汪汪的求饶开始,我淘汰追。 很明显,她在欺负一个病人。 她一把抓住了我,手臂一收,直接把我拽到了她的面前。 石浅浅,说分手的是你,要摸腹肌的也是你,你到底要怎样? 这话该我问你吧,晚上抱着我亲了又亲,白天又冷冰冰地装过生人。 傅恒,你生日有病? 傅恒好看的眉头皱了起来。 你都记得啊? 我笑,我是中毒了,不是脑子坏掉了。 傅恒的眉头更紧锁了,那你有男朋友,还跟我,他眸光灰暗,不知道是羞愤,还是难堪。 那如果我没男朋友呢? 我狡黠地笑了。 傅恒,你是不是还喜欢我呀? 我朝他靠近,他握着我手腕力度逐渐加重。 他声音音哑,带着十足时的质问,他不是你男朋友? 我的恶趣味发作了,傅恒,你就那么想当男小三? 傅恒的眉子急剧地收缩着,捏着我的手腕的手力度也在收紧。 石浅浅,别叫了,等一下我又该出现幻觉了。 我点了点脚尖,抬头亲了亲他的喉结,附在他耳边调戏,男小三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我喜欢帅的,有腹肌的,那方面持久的。 傅医生,持久吗? 傅恒送松了手,石浅浅,你做梦。 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是不可能给你当三的。 我发誓,我要让傅恒跪在地上哭着求我。 这样的狗男人到底是谁要爱? 亏我还觉得有点亏心。 现在看来狗男人活该,我要为我当初的决定竖一个大拇指。 苏乐不懂,明明是你主动招惹人家的,怎么还一副复仇女主的模样? 我恨得咬牙切齿,但凡是个正常男人,都明白我是想复合呀。 苏乐无语望苍天,正常男人是没错,可你是怎么把他归类为正常男人的? 那可是那方面能给笑话吃闭门羹的男人。 管他的,我什么都听不进去,我非让他后悔不可。 他那小模样,要是哭起来,一定很有趣。 再次见到复衡是在一周后,我下班回家,发现隔壁有人在搬家,于是回家带着水果过去,打算跟新邻居打个招呼。 可我万万没想到新邻居会是复衡。 见出现在门口的人是我,他迅速地皱了皱眉头,随后又恢复了一脸冷漠。 见我不说话,他微微挑眉看我。 有事,当然有事。 就那一分钟,我脑子里已经闪过N种方案,勾引他的方案。 我把手里的水果往前递了递。 我住隔壁,本以为是新邻居,所以过来打个招呼。 他接过水果,放在一旁的鞋柜上。 看我没走,他往后退了一步,让出路来。 要进来坐坐,你邀请我,礼尚往来。 女主人呢? 傅衡警告式地叫我,石浅浅。 我朝他靠近了一步,请我进去,不怕我非离你。 傅衡的耳朵肉眼可见得红了,他咬着牙瞪我。 石浅浅,你不知悔改的吗? 悔改? 我笑了。 喜欢你难道不是最正确的是吗? 怎么还要悔改呢? 两年不见,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无所谓地笑着。 变了吗? 没变啊。 一如既往地被男色所迷。 傅衡不再看我,你到底进不进来? 我刚想进去,林毅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你在这儿干嘛? 听到林毅的声音,傅衡脸色一僵。 下一秒,大门在我眼前砰的一声关上了。 我望着差点砸到我鼻子上的大门, 恨不得把傅衡拉出来,抽上几遍。 林毅拖着行李来投奔我。 房东非要涨价,姐,我只有你了。 我无所谓地表示,只要你乖,住多久你都随意。 林毅刚刚毕业进入社会,作为姐姐能帮忙的我,自然没话说。 我眼珠子转了转,只是有件事,需要你帮忙。 林毅笑眯了眼,包在我身上。 我和林毅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遇到了傅衡, 她的脸一如既往的面无表情,冷冷淡淡的。 但林毅却是个哈巴狗的性格。 傅医生,真巧啊,我们居然是邻居。 傅衡微微点头,嗯,林毅还想张嘴再套近乎,我赶紧打断她。 你先送我,然后再去上班。 那不行啊,我已经晚了。 车都给你开了,你送送我怎么了? 林毅苦着一张脸。 姐姐,还不是你一大早地缠着我不放,要不我也不会晚了。 这倒是,因为今天要去见重要客户, 所以一早起来拉着林毅给我选衣服。 我们意见不合,所以拖了不少时间。 自知理亏,我收回目光,不再瞪着她。 算了,我自己打车,站在一旁一直没开口的傅衡说话了。 我送你。 嗯,这狗男人一夜之间转性了。 我难得矜持一下。 不顺路吧? 我怕这狗东西耽误我见客户。 顺路。 林毅一听,笑成了朵花。 那真是太谢谢傅医生了。 去哪儿? 我坐在副架上,歪头看着她笑。 傅医生连我去哪儿都不知道。 就顺路。 傅衡镇定的表情纹丝未动。 你去哪儿我都顺路。 呀,傅医生,你的嘴什么时候这么甜啊? 傅衡叹了口气,侧过身来看我。 石浅浅,她连送你都不愿意。 嗯,怎么话题又跑到林毅那儿了? 我无所谓的贪贪手。 小孩嘛,再说,的确是我拉着她不放,她迟到了,是要扣钱的。 小孩。 傅衡吃笑一声,你倒挺善解人意的。 也许你忘了,我一直都挺善解人意。 你放过我那么多次鸽子,我也从来没生气过。 傅衡闭了嘴,许久才再次开口。 你喜欢就好。 傅衡的嘴角抿得紧紧的。 我忽然觉得车内温度有些高,而我有点热。 我咽了咽口水,试探的轻声叫她傅衡。 怎么,你有没有觉得最近有点干燥? 你想喝水。 我摇了摇头,目光紧紧地盯着, 她不放我只是觉得你的嘴唇好像有点干,都起皮了。 傅衡目光终于放到了我身上。 你想干嘛? 她话没说完,我忍不住了,直接朝她扑了过去。 我在她唇上毫无章法地啃着。 生怕她误会,边啃我边解释。 不用谢我,我帮你润润,我被傅衡丢下了车。 她红着一张脸骂我,幽深的毛子微微泛红。 石浅浅,你把我当什么了? 我愣了。 当男人啊,然后我就被丢下车了。 我站在原地百思不得其解。 亲的时候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亲完就翻脸了? 我边骂她边赶去上班,果然不出所料地迟到了。 我对着客户卑躬屈膝地道歉, 心里已经将复衡骂了千八百遍。 我气了一整天。 所以一下班,直接约了苏勒出去喝一杯。 我拿着酒杯边喝边骂,那狗男人真不是个东西。 亲完就不认人了,弄得像是我欺负她似的。 谁吃亏还不一定呢? 热闹的音响中,身后传来冷冷的质问。 你吃亏了? 我是万万没想到在哪儿都能遇上她。 果然背后不能说人闲话的吗? 不过,装可怜不视为一个好办法。 我把杯里的酒一口吞了下去。 被呛得满脸通红的同时,眼泪也夺门而出。 我就是吃亏了。 你吃干抹镜就不要我了。 话一出口,我才看见站在傅恒身后还有几个人。 嗯,有点眼熟。 像是他们科室的同事。 他们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 眼神飘忽但满脸八卦。 我知道我过分了,但要我道歉是不可能了。 我缩了缩脖子,转身想走。 可我的身体忽然被抱了起来,忽然地失去平衡, 让我下意识地抱住了傅恒的脖狗。 放我下来。 傅恒没看我,只是对着同事丢下一句先走了。 我看着他阴沉的样子, 我后背发凉,挣扎着要下来。 他低头看了我一眼。 你再动我就把你抱到车上去解决。 解决? 我惊悚了,救命。 吵个嘴,怎么还灭口啊? 傅恒把我丢到床上的那一瞬间。 我所有毛孔都打开了,流出了不少冷汗。 你要干嘛? 傅恒站在我面前, 慢条丝里地紧着领带, 然后是袖扣, 再然后是,我不敢再看, 生怕自己化身狼人直接扑上去。 你不是说我吃干抹镜就不要你了吗? 傅恒怒笑着, 我还不知道我让你这么难以忘怀。 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要你。 他俯身上来的那一刻, 我挣扎着推开他。 傅恒, 你这是还喜欢我吗? 傅恒抽空回答了我, 从来都是你不要我, 说分手的是你, 说完分手就失踪的是你。 我没再搭话, 因为这样就够了。 情到浓处, 傅医生四处摸宝藏的手忽然停了下来。 怎么有疤? 我一口咬在了他的肩头。 逃妇产, 傅医生不懂吗? 男人文言没有停下, 倒是发狠。 石浅浅, 你挑我的专长来骗我, 你脑子里的东西够吗? 我迷迷糊糊地, 只听到了长。 我哼哼唧唧地被迫附和。 嗯, 长, 比我命都长。 该说不说, 男人虽狗, 但腹肌不错。 我洗过澡, 准备穿回自己的衣服。 傅衡一把抱住了我。 你要走? 我理所当然地点头。 我说得磨棱两可。 嗯, 要是让林毅知道了, 那就不好了。 嗯, 林毅那小子答应我假装我男朋友一下。 果然, 我话音落地。 傅衡脸色变了, 他忍着暴怒, 黑着一张脸, 一拳垂在了墙上。 我真是疯了, 我觉得我成功了, 但好像成功的快感也没那么强烈。 我本盘算好要故意在他面前秀秀恩爱, 可他不给我机会。 傅衡失踪了, 上下班我再也没见过他。 林毅每每见我伸着脖子朝他家望, 他就笑话我。 玩脱了吧? 我傲娇地仰着头。 脱什么? 一个傅衡罢了。 你不说了吗? 玩玩而已, 谁还当真? 人都说背后不能说人。 可我不长记性, 我话音刚落, 傅衡就从楼梯间里走了出来。 经过我身边的时候, 我闻到了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 他以前不抽烟的, 林毅一愣, 赶紧朝我靠了过来。 傅衣生早啊。 傅衡连目光都没分给我们, 直直地开门进家, 然后砰的一声关门。 林毅摸了摸鼻头, 姐, 你这次怕是真的玩脱了。 我把这事儿说给苏勒听了。 苏勒大腿一拍, 姐们牛啊, 高岭之花都被你踩了。 我本来有些低落的情绪一下, 就被调动了起来。 再加上喝了点酒, 我的情绪需要找到出口。 就是, 我还以为什么高冷男神, 不过如此。 苏勒朝我拼命眨眼, 我没懂。 等我转身的时候, 我看见了复衡的影子。 谁来告诉我, 为什么我会在同一个阴沟里翻两次的船? 其实我是有点愧疚的。 但想起他肯瞒我就玩消失, 也丝毫没给我留面子。 愧疚感一下就消失殆尽。 喝多的, 我晚上做了一个好长的梦。 梦到那年, 我肚子疼给他打电话。 他却说他很忙, 让我打120。 我反复说我很难受, 他挂了电话。 手术麻醉醒后, 我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给他发消息。 我们分手吧。 我以为他很忙, 可能根本看不见。 可是他秒回了, 简简单单一个好, 一个字就像一颗子弹射进了我的刀口里。 我最近两天茶饭不思, 还头晕恶心。 林毅说我肯定是害了相思病, 但我知道没那么简单想起之前跟傅恒做的极限运动。 一瞬间, 我就像被恶魔掐住了喉咙, 呼吸都有点困难了。 我像做贼一样, 在外卖上叫了某某用品, 甚至还特意备注。 没人在家, 放在门口置物栏就行。 一套偷偷摸摸的是坐下来, 我觉得我有点虚弱, 干脆靠在沙发上休息, 直到我被一阵怦怦的敲门声叫醒。 那驾驶大有我不开门不罢休的意思。 我以为是没看备注的外卖小哥, 可从猫眼向外望去, 却看见了傅恒那张阴沉得快要滴下水的来的脸。 他似乎感受到了我就站在门后。 他又敲了敲门, 石浅浅, 开门。 我莫名其妙地开了门, 正准备骂他神经病, 却在他手里看见了那黄颜色的袋子。 我伸手去抢, 傅医生怎么还偷人家外卖? 他在家吗? 他? 林毅? 不在啊。 傅恒长腿一脉, 进了门。 我被他一番操作弄得有些莫名其妙。 你干嘛? 他扬了扬手里的袋子。 这是什么? 我目光飘忽, 不敢看他。 要啊。 傅恒危险地眯起了毛子, 一步步朝我逼近。 石浅浅, 你把我当个傻子骗吗? 我不想解释, 干脆开始送客。 把我东西给我, 离开我家。 石浅浅, 我有知情权。 我没心情和他计较, 因为我迫切地想知道答案。 我投降了。 反正如果真的怀孕了, 我也不是那种会带球跑的女主。 那不如让该有知情权的人一起拆个盲盒。 傅恒看着鲜红的两道杠嘴角绷紧了, 我内心崩溃。 但是一张鸭嘴又开始激情嘴嗨。 这是我的事, 和你无关。 傅恒闭了闭眼, 我能看得出来他强忍着怒气。 无关, 你倒说给我听听你什么时候进化到 可以单性繁殖了? 那你想怎么办? 傅恒一双乌黑的毛子直直地看着我, 那眼睛里有无数我看不懂的内容。 我以为离他痛哭流涕, 求我复合已经不远了。 我庆功宴的餐厅都想好了, 可他张了张嘴, 艰难地吐出了一句话。 是, 是谁的? 我以为面对他我已经很淡定了。 可是, 我低估了他那张嘴的杀伤力。 他见我不说话, 开始找步。 我是说, 你从时间上大致觉得会是, 我卯足了劲儿一巴掌扇到他的脸上。 瞬间, 他白皙的脸颊上就浮起了鲜红的五指印。 滚。 我不明白, 为什么傅恒对我丢出门的时候明明顶着红彤彤的脸颊, 但还是满脸迷茫。 门一关上, 眼泪就不自觉地从眼眶里争先恐后地涌了出来。 我到底是瞎眼了, 看上了个什么物种。 我哭着给苏勒打电话。 乐乐, 傅恒他打我, 苏勒被我气笑了。 你说傅恒打你, 我就不信。 怎么他还打的是你的手? 他双手抱胸, 好整以暇地看着我。 来, 说来听听, 他打你手干什么? 我抽气地解释, 他用脸打的我。 苏勒以为自己听错了, 确认了一遍后, 一巴掌拍上了我的天灵盖。 小可爱, 做精可不是你这样做的哦。 我愤愤骂道, 我都两道杠了。 他还问我是谁的。 苏勒眼睛一瞪, 你还有别的男人? 我怎么不知道你这么勇? 我要有就好了。 我只是给他制造了一点灵异是我男朋友的错觉。 苏勒看着我, 满脸一言难尽的表情。 那你这, 怎么杀敌八百自损了个八千呢? 我被苏勒气到当场去世。 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医院, 准备用事实打他们的脸。 但是很遗憾, 经过了事实证明, 我肚子里的孩子的确不是复衡的。 而是火锅、奶茶、烧烤、小酒、麻辣烫, 我根本没怀孕。 大姨妈没来是因为作息不规律, 所以内分泌失调了。 至于恶心想吐, 那是因为吃多了。 我的心放回了肚子了。 同时咬牙决定要跟复衡划清界限。 就算她抱大腿, 我也绝对不会为了男色而再吃回头草了。 可我也明知道, 以复衡的性子, 她是不会回来了。 我还像很多年以前一样, 擅长自保。 晚上十二点, 我没想到复衡会站在电梯间, 也不知道她穿着一身家居是准备出去还是, 算了, 跟我无关。 我直接无视她往回走, 可她却上前来拉住了我。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我乐了, 我歪头看她。 你管我? 你哪位? 正在我们拉拉扯扯的时候, 林毅从屋里开门走了出来, 她手里还拎着一袋垃圾。 她一看这情况, 瞬间愣在原地, 我挣扎着从复衡手里拽回了我的手臂。 刚准备解释, 就见林毅咧嘴一笑, 哎呀, 我什么都没看见。 说完, 她朝我就瞇了一个, 就迅速退回家里, 关上门。 动作之行云流水, 生怕她姐嫁不出去。 傅恒皱着没看我, 她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她会不会为难你? 她在问林毅,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在人前玩命嘴硬, 可却没想到被自己偷了家。 林毅向我求饶, 看你们那样, 没个几年奸情, 我都不信。 姐, 我跟傅医生聊过了, 其实她挺好的。 我点头表示认可, 转头把她的行李丢出了家门。 她挺好的, 你去她家吧。 林毅走了, 可她送了我个大礼。 当我一开灯, 看到坐在客厅里的傅恒时, 我想剁了林毅。 傅医生, 私闯民宅, 傅恒摇头。 我来找人, 找谁, 找你, 我吃笑出声。 呵, 傅医生, 你还真是又当又利呀。 怎么, 大晚上的, 跑到我这个轻浮女的家里, 不怕我把你吃了。 我想跟你谈谈, 我明白了, 有些事还是说清楚比较好。 你不用这样, 那天的事就是个乌龙, 我没怀孕。 见她一言不发, 我拿出手机, 翻出那天的就诊记录。 你看, 我就是吃多了。 傅恒笑了, 从认识她到现在, 她笑的样子太少了。 现在知道我没怀孕, 居然笑了。 我修行不到位, 一瞬间, 怒气就已经爆表了。 既然说开了, 以后再见, 就当作不认识吧。 我开门送客, 可是傅恒却把我抵在了门后。 石浅浅, 你舔着脸摸我腹肌的时候, 怎么不说不认识? 我是误会了你跟林毅的关系, 所以我每天都在天人交战。 那天在电梯间等你, 我内心的恶魔已经快要胜利了。 我从不信鬼神, 但我破天荒地安慰自己, 既然我们重逢了, 发生的一切就是上天安排好的。 傅恒闭了闭眼, 金边眼睛下的毛子泛着水雾。 我知道以前我做得不够好, 是我的错。 浅浅, 你别再离开我了, 好吗? 我闭开了目光不看她, 让我考察考察再说。 傅恒朝我逼近, 嗓音低沉, 你想考察哪一方面? 胸肌, 腹肌, 还是我捂住她的嘴, 恶狠狠地瞪着她, 闭嘴。 她邪魅地笑了, 伸出一只手, 摘掉了眼镜, 随手丢在一边。 她高大的身躯, 侧着身子朝我压了下来。 不许说, 那事要做了。 她吻上我的唇, 气气的, 凉凉的。 浅浅, 她低声叫我。 我记得你说, 男人不能没有嘴, 也不能光有嘴。 那我们来理论实践, 再次统一一下好了。 翻外衣, 我是傅恒。 我第一次见识浅浅, 是在操场上给她做急救。 作为一个研医的学生, 我满脑子想的是步骤, 甚至没看清她的脸。 我抱着她跑了几百米, 总算把她送到了校医院。 我去洗手间, 冲了个脸正要走, 就听见病房里有人在说话。 我知道她醒了, 我正准备进病房看看, 就听见她惊呼人工呼吸, 我以为她多少是有点介意的。 可下一秒她兴奋地叫了起来, 天哪, 我走了什么狗屎运啊, 那可是复衡啊。 我转了, 从病房扮演着的门看了进去, 她刚才还苍白无色的脸, 此刻红扑扑的。 我没再进去, 再次见她, 是她给我送了咖啡来, 我想拒绝, 可她却静止塞到了我的怀里。 学长别客气, 我是来报答救命之恩的。 她很活泼, 一张嘴很是能说, 说得我有时候甚至无法反驳, 所以当她冲到我怀里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她了。 在一起三年, 她像是我枯燥乏味的生活中的烟花一般, 只要空闲下来, 我就会为我们的未来做上一点打算。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 会收到她说分手的短信, 我想, 她对我这种无趣的人, 一定是腻了。 我想了很多, 然后想起某天她说, 喜新厌旧是她最大的毛病。 我忽然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只能说一句好, 我一头扎进了医院的工作, 等我缓过来的时候, 她已经消失了, 据说她出国去了, 可能是我不够成熟, 我总觉得治病救人是我的使命, 我的权力以赴, 可我忘了, 爱护爱人也是我的人生课题, 可我明白得太晚了, 再见时浅浅她还跟以前一样, 我有种错觉, 我像是她喜欢的商品, 她对我的感情很纯粹, 是一种欲望, 在她身边的现在是个小男生, 我妒忌, 可是却没办法, 我知道我爱她, 所以每天我的大脑里都在天人交战, 终于在某一瞬间, 恶魔赢了, 后悔吗, 我想可能有那么一点, 但更多的, 我在想, 她是不是更爱我一些, 至少, 她看我的时候, 眼睛里有光一闪一闪的, 我沦陷了, 我想, 随便她把我当什么都好, 起码我可以在她身边了。